老公不举 怨妇求偿3.4亿 杜拜民事法庭最近审理一起求偿官司 一名女子因为老公性无能离婚 还求偿3.43亿元台币的巨款 离婚妇说她2008年嫁给一名富商 却独守空归 婚后四个月老公才跟她同房 一炒饭她发现老公性无能 接着老公不让她外出上班 又经常向她要钱 妻子忍无可忍提出离婚 老公离去前搜刮她珠宝 还扣留她护照 妇人说老公不举 导致她无法生儿育女并离婚 精神感情都饱受折磨 所以才求偿